上海上岗 大家都在讨论上海上岗为何在组线杯被淘汰 人本以为综合上海上岗在本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一时半会很难总结出具体的原因 可是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 在赛后王胜超接受媒体采访 就一句话给出了上海上岗被北京国安淘汰的答案 针对上海上岗在主场被北京国安淘汰出局 赛后上海球员王胜超接受媒体采访 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的 上半场球队表现出了很强的球胜欲望 我们自己也认为 我们踢出本赛季球队最好的半场比赛 但是领先后我们心态发生了变化 领先两球后又想得更保守了一些 其实下半场我们也有机会 就是没把握好 还是比较可惜 比赛快结束了给对方一个定位球 从王胜超的表态可以看出 他对本场比赛的输球原因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上海上岗在领先两球后打得太过保守 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只有比较简单的几句话 但不得不承认 王胜超确实说的非常对 因为 从本场比赛的过程来看 上海上岗本身是占据优势的 就是因为在下半场领先后 大部分球员都出现了球闻心理 最好才导致这场比赛脱质 不失败 所以综合分析 上海上岗被淘汰 作为球队的主帅佩雷拉 是要负主要责任 目前我们虽然不清楚上海上岗 会如何对这次势力进行解讨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佩雷拉一直保持这样的指教方式 不知道改变 那么本赛季上海上岗 很可能就要面临四大街空的境地